吃了大概10分钟后的样子 挖一个碗给我 这都已经麻了 嘴柱已经红了 现在我要吃什么 大家好我是阿勇 现在我在马拉波啦 如果喜欢吃辣的人呢 千万不可以错过我这一集的Vlog 我现在是在马拉波的卡里地交通圈 交通圈在后面转进来就会看到这一Vlog 今天我要介绍你们的就是 麻辣香锅 听到的时候我的口水已经流了 想到那个麻辣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样的狗狗 我们现在就进去吃看看 今天是Tommy陪我来吃 我吃不完 这里的特色呢就是它是以秤那个重量来算你的算多少钱的 所以Tommy有来吃过 他说是要来拿这个东西先 是不是 那么大个 所以装多少就负多少它以重量来秤的 Tommy哥讲吃麻辣一定要吃莲藕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它会被吸进去里面 所以这样子就会很好吃 对 肯定很好吃 等下我们试一下 等一下第一个讲辣的就是它 哈哈哈哈 我们去吃火锅啊 是麻辣锅 很少看到有这个鸭肉的哦 这边有哦 看一下 鸭肉 还有那个培根也是看起来很好吃 嗯对 看起来很好吃 那个培根 啊我要 汤的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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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都是汤的呗 呃没有啊 我们主打是干的哦 麻辣锅 哦主打是干的 对 主打是干的 这样我就拿干的咯 干的哦 维辣 维辣 可以可以 因为我不吃你会吃辣 先坐先咯 好好好 看小辣 先这一次 它就给你一个小辣 小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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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拿来秤的对不对 小辣小辣对 这个秤的话大概 它是怎样算啊 就 蔬菜类就三块六百个 哦所以它分开 分开出来秤 哦你们把我们分开哦 你们把我们分开秤 哦 所以蔬菜类 是蔬菜类 肉类是肉类 哦对 现在我们已经浇了上去 然后现在就等它煮来给我们吃 我们吃一半干的 一半是汤的 因为刚才那个店长推荐说 这里的招牌是干的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 那我又不是很厉害吃辣 所以就叫一个小辣就好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很可以吃辣的话 你们可以来这边叫一个非常辣的 大辣还是什么辣都好 我们试一下 叫我叫我叫我 你很出去吃辣咩 可以 我不信 让我们试一下 太棒了 喝一口看看 喝一口看看 我试一下 他有花神咯 爽 这个微辣我 我接受到 如果你不太会吃辣的人 我觉得 应该来叫这个小辣 我觉得 我觉得吃辣对我来讲 不要太辣 不然你吃到两口三口够 你已经不想吃了 那种太辣的东西 就是店长推荐的 他说这里的人气麻辣就是干的麻辣 所以我试一下 我觉得第一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我觉得我要拍我吃了半小时后的感觉 就像上次我吃那个新拉面这样 这感觉很爽 所以真的 你不太会吃辣的人就叫这个小辣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 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刚刚好啊 就是很有那个麻辣的味道 牛吃得到 你不想吃一些太辣的东西啊 你吃两口啊 你就不想吃第三口啊 真的 这是上次Tommy有来吃过 他说 第一次的炸鸡 哇 也是有一个是麻辣的 一个是没有辣的 所以我们让Tommy试一下 吃辣的还是吃鸡肉 吃鸡肉啦 OK 我来试看看啦 看你肥肥酱 没有想到头脑 这样不简单 你当然是吃麻辣啦 好吃很多耶 做喔 叫那个Tommy试一个东西 有试到这样麻烦 我自己试这个麻辣的 还讲到自己几粒吃麻辣 结果拿到一个不辣的 明明就是怕辣 这是麻辣的 这看起来 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漂亮 爽 可是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微辣那种 不是那种超辣的 可是就是你们自己来试啦 你们就懂了 这个一定要叫 那这个东西给你们一个tipsy 就是水饺也是一定要叫的东西 嗯 嗯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东西要趁热吃 因为水饺冷了都不好吃的 试一下 要配一下这个 蘸一下 里面有那个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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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小心 越烫 越烫到水后 吃了大概10分钟后的样子 挖一个碗给我吃 这都已经发了 嘴注意红了 现在我要吃什么 我要吃那个鸭肉 我要鸭肉 鸭肉 找一个鸭肉 我们进来了 还有这个午餐肉 哇 然后我 鸭肉 拿的辣火锅就是让你吃了一口 虽然是觉得辣 可是你就好像会上瘾这样 它的辣就会让你想一口再揪一口 然后你的舌头又麻麻这样 吃饱了 然后我的辣也退了 你看我颜色不同了 然后我吃了这边 除了它的那个麻辣 我是一定要吃之外 我特别特别特别推荐 就是它的鸭肉 一流的炸鸡 然后刚才跟老板聊天了 原来它的炸鸡是很像那个韩国的炸鸡 怪不得我一直讲不出那个感觉 所以老板一讲我就觉得对 所以你们一定要来试吃它的炸鸡 然后你们来试吃 可以在下面comment 说好吃还是不好吃 来 你推荐什么 我推荐麻辣 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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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烫的好吃 只要懂得吃辣的都很喜欢吃 所以你下次要来挑战多辣 嗯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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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讲 等一下有人挑战我 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是讲这个不辣吗 我喜欢中辣跟大麻 因为我吃的 如果你们喜欢吃那种辣的 我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们吃比较微辣的话 口味可能会跑一点 ok 下次大家来试一下 然后如果你觉得他讲的不是很对的话 在下面comment一下咯 哈哈 好 刚才跟老板大概稍微聊一下 才知道他的这个 麻辣的这个酱 他讲那个红色的那个酱 是他用了二三十种 那个辣椒调配出来的 是他自己的recipe 所以大家可以来试吃 试试了可以在下面comment 给我知道你们的 呃 feedback是怎样啦 好 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就要 share我们的这个 video给 或者tag你们那些 想吃麻辣的朋友的名在下面 拜拜 我是艾佑 他是Tommy 还有两个 拜拜 他也要嫌疑 他需要他们的 呃 除了 这种 可能是 很多 有很少 他要还有 他没有 他要做 那边 他要做 他要做